大家好 2023年的9月15号了 礼拜五 现在我们这又进入雨季了啊 经常下雨 今儿就下雨了 下了好几个钟头了 也出不去屋啊 也没法遛狗了 所以跟大家聊一聊啊 这个 这个前两天聊一个关于国际法院的一些判例啊 国际法院的 这个 丹麦 和芬兰啊 有一个纠纷 我前一段给大家聊了一半啊 接着聊 这个 丹麦于1992年的5月 递交了变速状 丹麦在其变速状中称 适用于丹麦海峡的国际法规 并不禁止丹麦王国 按其计划 在大贝尔特海峡上修建桥梁 芬兰的诉论 芬兰的诉讼主张应不被国际法院支持 并应被驳回 1992年7月1日 双方的代理人 双方的代理人会见了国际法院的院长 并随后确定了 以友好的方式解决争端 达成国际法庭外的和解 丹麦同意 丹麦同意付9000万丹麦克朗给芬兰 同时芬兰同意撤回他在国际法院的诉讼 请求 双方的代理人随后通知了国际法院 1992年9月10日 国际法院院长发布命令 该案从国际法院的案件表中 表格的表表中撤销 1998年 大贝尔特海峡上 这座欧洲最长的选索桥 开放通行 1991年的7月29日 国际法院做出 驳回芬兰的指示 临时措施请求的裁定 国际法院认为 是否只是临时措施的关键在于 在当前的程序中 既未对任何的实质问题 做出预先的判断 又能使当事双方 所提请法院确定的权利 不受到任何影响 在法院指示 临时措施的权利的问题上 国际法院一方面确认 不必是在最终能确认 对案件实质上 享有管辖权之后 才有颁布临时措施的 命令的权利 在本案中 丹麦对国际法院的管辖权 并未提出异议 另一方面也认为 只有在申请方 提供了充分的表面证据 证明法院享有管辖权之后 法院指示 临时措施的命令 才是合适的 在明确法院指示 临时措施权限 这一先决条件后 这一先决问题后 国际法院从三个方面 阐释了做出临时措施的构成要件和认定条件 即如何满足构成 国际法院规约 第41条 有权指示当事国应行遵守 以保全彼此权力之临时办法的情形 有必要时的三个要件 第一 由表面成立的需要保护的权力 国际法院认为 首先认为 国际临时措施的目标 是在案件终局判决前 保全当事双方的权利 且能预见 如不采取措施 将会对争议的权利 造成不可回复的损失 为此 申请方应有充分的表面证据 证明其确享有 需要临时措施保全之权利 在本案中 法院认为 芬兰申请临时措施 所要保全的权利 是在大贝尔特海峡的 各类船舶的通行权 而非是确认 海洋石油钻塔 钻探船之类性质的船舶 享有自由通行权 芬兰的通行权 有多项国际公约为依据 且丹麦也未对此提出异议 因此国际法院判定 从表面上看 芬兰享有其所申请保全的权利 第二 所申请保全的权利 受到侵害 国际法院认为 在吊桥的建成 会阻碍芬兰特定船舶 在大贝尔特海峡的自由通行 在这一点上 当事双方也并不存在争议 根据临时措施的目的 保全司法程序中 作为争议标的的权利 法院认为芬兰的申请 符合这一条件 第三 必须是在终局判决 做出前 存在紧迫性 即一方将要采取的行动 会对另一方所宣称的权利 造成不可弥补的侵害 这是一个时间要件 这也体现了临时措施的特性 如果在国际法院 终局判决做出前 能确定临时措施 申请方所主张的权利 不会受到侵害 或已得到了有效的担保 也就没有任何必要 做出临时措施 在本案中 丹麦保证在1994年年底前 吊桥的建设计划 不会对芬兰船舶在大贝尔特海峡的通行 造成任何物理的障碍 芬兰对此并无异议 此外 对于芬兰提出的丹麦进行的吊桥建设招标活动 以对芬兰造船业的商业利益 造成间接损害的理由 国际法院认为证据不足 不予支持